在五年前,美国也出了一本书,书名也就叫做Bad Blood 似乎它好像也不是嫌隙或仇恨,或者是敌对不爽的感觉的意思 它比较直白的翻译是翻成恶血 它谈的是在美国矽谷,一个非常有名的才女 她19岁就从Stanford就辍学,然后就出来创业 然后呢,马上就吸引到所有你可以想到 不管在商界,在政界,在创新科技产业等等的投资专家 马上的就红遍了全世界,创造了大概是90亿美金的这个巨大的产业 他讲的也就是,我可以从一滴血当中 马上就能够验出很多很多种的疾病,而且费用又比较便宜 其实我觉得这个愿景跟这个美梦没有不对 因为奈米科技结合生物医学,奈米生意的发展 似乎本来就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只是说她在中间有太多的谎言,有太多的造假 以至于她画了一个很美的大饼,可是她却做不到 因此在那个状况之下,她的bad blood似乎好像 好像就只是说因为她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她的那个 你说你的血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说你可以这样检测 你说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去做到 结果到最后是一场空,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可是你却把自己的公司,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大很厉害 我 Rich люд